你想想你一個人坐在手術室外面 8個小時的時候那種心情是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出出來 切血管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所以那8個小時很難捱 捱完之後你還要我捱三個小手術 我是覺得很痛苦 就是剛剛做完手術的時候 兩歲的嬰兒已經不肯在別人面前悶尿片了 他一定要我拉所有的窗簾 因為我要安撫他 那時候你的腳有這樣的問題 有很大的東西在你那裏 那我就跟他解釋 然後我告訴他 但是醫生很好啊 幫你弄走了 現在就幫你畫了一條直線在那裏 我說這個是一個標記 我說是幸福的標記 你可以將你的痛苦變成一些的正能 醫道友同路人 由易峰國際集條圈頭贊助播出 好 大家好 今集來到就請一位 又是一個強女子 就是 我覺得你像未成年少女 哈哈哈哈 很小顆和很Q恥 沒錯 今集嘉賓唐千千 Hello 大家好 個名字都這麼Q恥 千千 你好 是名字來的 哈哈哈哈 今天我們都想探討一下你的故事 不如你先介紹一下你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千千 我是一個九十後的媽媽 我有一個小朋友 但是我的過往 我的童年經歷 我沒有爸爸媽媽愛的 所以我18歲的時候就生了第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現在五歲了 大家都猜到我幾歲了 哈哈哈哈 沒有年齡的秘密 沒錯 是的 那 生了寶寶 其實18歲生寶寶 好幾歲生寶寶 都沒有什麼 盡媽媽責任 你遇到的一些什麼問題 令你折磨你 這麼辛苦呢 我在小朋友一出生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腳在右腳 兩隻腳是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剛出生的BB仔肥 那些皮膚是很滑的 很清淡的 我兒子就不一樣了 他的右腳那塊肉 好像老人家的手那塊肉 它不潮的 但是很鬆的 是對的 我覺得不太對路 不像Baby Feet 另一隻腳那麼清淡 另一隻腳又那麼鬆 我就帶他去健康院 去了三次 三次 那時候,那位姑娘跟我說,媽媽,你是不是產後抑鬱 你是不是... 想過了 她說,嬰兒只是肥,這隻腳肥一點 但是,沒理由肥一點,那隻腳是這麼奇怪 於是我們就自己帶她去私家照 一照,那隻腳有問題 那位醫生跟我說,這隻腳真的有一顆東西 我自己跟她洗澡都摸到的 有一顆花生仔這麼大的東西 然後我就去到威爾斯,別人就跟她照 就說,是啊,真的有東西 不過你不用擔心,她是血管瘤 慢慢地帶著,她會自己沒有了 那時候是多少個月大? 那時候應該都是幾個月 我發現的時候,一出生已經發現了 應該三、四個月左右我就帶著她 那她就說,沒問題的 大大廈會自己沒有的 讓我猜一下你做什麼 當然是即時會不會上網搜尋一下這個血管瘤 是什麼一回事 立刻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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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 那我看很多資訊,那都真的沒有問題的 那些,見到那些人都說,真的有些大大廈會沒有了 但是也有些人說,大大廈會有顏色出現,有紅色 但是我兒子當時是沒有的,真的只有一個東西 因為那些,現在媽咪討論區,大家有很多資訊交流 那有沒有找到同道中人,有沒有說,我兒子也是這樣 沒有,但是我發現那些人說,血管瘤 多數的人,譬如有些小朋友有一塊紅色的那些 或者你在街上可能都見過 你覺得好像胎的那種,那些都是屬於血管瘤 但是我,她很明顯不是這樣 不過她跟我說,不用擔心,慢慢會沒有的 那當然是相信她的,她是專業人士來的 沒有想過在兩歲的時候,突然有一天 你知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什麼事啊? 真的很恐怖 暈了,不是那隻腳和大腿肘 化了拳頭那麼大的東西出來 哇打了個冷震 無端端一日之內 原本一顆花生那麼大,突然變了一隻拳頭出來 那不是嚇死了嗎? 哪有害怕 然後呢,接著呢,帶她去醫院 進了病房,然後醫生跟我說 她沒事的,淋巴發炎 那倒是沒事的 一顆花生變成拳頭也沒事 他說淋巴發炎 他就跟我說你回去休息吧 吃些抗生素吧 他會自己沒有的 回到去 第二天立刻高燒40度 又一個拳頭分出來 兩個拳頭這麼大 在一個大腿欄那裏 很恐怖 兩歲人仔 當時穿尿片 穿尿片都很困難 然後你想一下他的腳有多長 多大 兩個拳頭這麼大的東西突出來 然後又進醫院了 醫院等的時候 Urgent 都等兩個小時 排急症 但都要等兩個小時 要發高燒 之後他都不理了 就拿一些兵給他搭住 搭到他不省人事 接著我叫救命 就立刻一群人衝出來 才在病房 上到病房的時候 又是一開始就說 都是你的淋巴發炎的問題 高燒不退 發炎就會發燒 所以就不停吃抗生素 不給喝奶 又不給吃 不停打東西下去 然後就不停有很多科的醫生來看他 這個檢查 那個檢查 這些醫學生又來看 那些又來看 那樣 搞了多少天呢 那時候搞了整個星期 但是那時候都沒有人告訴我 他發生什麼事 然後都叫我 你出院 沒事的 你開些抗生素給你 你先吃著 再回來覆診 但是之前吃了 是他再放了拳頭出來 是的 那怎樣再吃呢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對 我說你吃完 很明顯沒有改善 我說那個東西還是不停地帶著 然後他說沒有問題的這樣說 那好了 又走 走完之後呢 不停的那隻腳就每天大一點 每天大一點 終於帶到整個麵包那麼大 是跟剛才你說的有兩顆的 一顆一顆 一顆是這麼大左右 花生這麼大左右 然後突然間分一個拳頭 然後再分一個拳頭 再分一個拳頭 再分一個拳頭是同一顆來的 是的 就是在那顆那裡再發出來 是的 體積再大了 變大了 我以為說多一顆 不是不是 就是都是由之中同一顆 是 不過越來越大 嗯 然後再回家的時候 依然是這樣高消不退 那個東西依然都是不停地帶 不停地帶 然後之後呢 我再進回去醫院 因為沒有辦法 你一個消不退 我怎知道會不會消壞腦呢 是 是 好 再進醫院的時候 這次住院住了很長 我們搞了一個多兩個月 但是一個多兩個月 我的孩子其實是一個很肥的孩子 是 她最好是挺大的 她幾磅 出生的時候 出生的時候是六磅半 很標準的尺寸 是標準的 是肥了很多 但是 是很肥很肥的嬰兒 兩歲的時候是很肥的 很肥的 很可愛的 很吸收 但是呢 因為她吃人奶 吃了一年人奶 然後呢 馬上整個人都下型 很瘦 嬉了 嬰兒都下型 是啊 那你想想 在那裡一、個多兩個月 每天有很多科的醫生來處理她 但每個人都不承認 沒有人肯做他的主診醫生 有骨科、外科、內科、胰科、腫瘤科 是差在沒有法科 真的要法科來搞一搞 但是沒有人處理它 一直拖,拖了兩個月 BB依然是這樣的 日日發燒嗎? 依然是發燒 日日發高燒 但燒了很久 多幾兩個月 然後中途有給他一些幫助 就是讓他穿單車褲 壓力褲 好像單車褲 其實就是壓力褲 嘗試去摘那個扭 但他們每天拿一把尺 拿一把遠尺 搭住他的扭 但都是保持大 他們都看到的 沒有進展 然後又試過沙帶 奔帶來綁他 綁他的腳 都不行 那最後是哪一個科目的醫生接受 和他怎樣處理 最後是骨科接受 但是 為什麼有骨科 因為手腳 因為他四肢屬於骨科 四肢屬於骨科 是的 然後 其實我也想說一下 為什麼最後會有骨科去接受 就是我去醫管局投訴 我發爛 因為這樣的情況 我想你都會明白 做一個媽媽 你這個小朋友病了 沒有人告訴你 這幾個月 沒有人告訴你 他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的情況下 也都沒有人肯處理他 是很心急的 很生氣的 是的 我就去醫管局投訴 那我就說 如果再沒有人處理他 那我就會叫記者 是 因為我現在 我不需要你說 要什麼賠償 那些 我什麼都不要 我只希望你給一個最好的醫療團隊 給我去醫治好我的小朋友 就是這麼簡單 你穿起一件醫生袍 我就相信你的專業 是的 所以之後就接手了他 跟著就跟他做手術 那手術做了八個小時 是 做過什麼手術 那些是切了嗎 是的 就是切他的東西 切出來就告訴我 他這個是屬於 血管隙型和淋巴隙型 是很罕有的 他是全港第一宗 第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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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隙型是有的 有 淋巴隙型都有的 有的 但是混在一起 就真的是全港第一宗 沒有人試過兩樣 這麼複雜的 這麼難醫的病 在同一個位置 真是 中落錯也做不到 是的 那時候是兩歲就去做這個手術 現在兒子是五歲 現在兒子五歲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後遺症 之類的 後遺症就沒有的 有一條大巴 唯一的問題就是他的手術 不算完全成功 因為他在做的過程裡面要輸血 輸很多的血 但是你人體換血 換到某一個%值的時候 他就要停止了 還有一些 我叫他做不好的組織 一些壞組織 仍然在身體裡面 他還有機會會復發的 即是割不了 割不清 也都不會有人處理他 因為醫院也跟我說了 因為他剩下的那些 在高院那裡 人家不敢觸碰他這個位置 因為如果傷害了那裡 會不育 或者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他已經說明 叩神拜佛他就不要復發了 因為不會處理他那裡的 他這麼小 是的 對 同時也是我最擔心的事情 因為試過一次 你第二次的時候 我怎知道你又發到多大呢 你會怎樣呢 因為這次不是手腳那麼簡單 是一些生殖器官那裡 如果有發就會在那裡發出來 嗯 沒錯 都希望兒子平平安安 是的 但是這裡我們都想問一下 你作為媽媽 你在當時 或者你一直以來 和兒子一直要和他抗病 你和他那個關係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我有很傷心很擔心的時候 這個是一定有的 嗯 嗯 曾經試過 即是很黑暗的個人變動 嗯 我想去不停去 那些財務公司 借很多很多的錢 是 醫病 然後 我想去辦破產 嗯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想拿著很多很多的錢 我想給最好的醫療給他 嗯 我想帶他去一些 譬如看看哪個國家 有這些這樣的權利 很厲害的人士 專門的人士去醫治他 嗯 我有想過這些這樣的事情 想到這樣了 要 搞狂狀態 是的 因為當時去過人安醫院的 我們 人安醫院收了他上病房一天 嗯 然後醫生和他和我說 你都是回到你出生的醫院 他們不敢揹飛 嗯 二個手術費 是很貴的 有錢 你猜一下 一百萬 真的 一百萬 一百萬 只手術費一百萬 嗯 沒計算你的棉花 你那些藥 你那些什麼醫生 那些住院 什麼都沒計算 最近有朋友在那個背部 有一顆樓 是 他跑馬地最貴的一間醫院 是 五萬元 五萬元去過 我這個一百萬 你想想 一顆這麼小的樓 在這個背部上 只收五萬元 是啊 真的不要去搶 是啊 所以我當時很黑暗 我沒有辦法 我一個 都屬於是年輕的媽媽 嗯 我的小朋友 有一個這麼嚴重的病 我去哪裡拿錢呢 嗯 就是是不是要眾籌呢 難道是不是 現在很多都 你知道 其實內地特別多 很多 那些眾籌網 全部都是因為我兒子 有些古怪病 我老公又怎樣怎樣怎樣 全部就拍了 那些生病的相片 有這麼慘 但是香港其實是很有愛的 我覺得 是 我當時 我兒子這樣的情況下 我當然啦 有投資上Facebook 就是 我希望 就是看一下有沒有些人 是知道 或者有這方面的資訊 可以幫助到我 嗯 我收到很多人的inbox 很多人跟我說 啊你需不需要錢啊 嗯 我給錢你啊 這樣這樣這樣 又或者有些人說 你是哪間醫院啊 你需要些什麼 不如你跟我說 我就住這裏附近的 我幫你啊 是 是的 也都有一些人說 啊我認識哪些醫生啊 我介紹給你啊 嗯 那在那段時間 我覺得很有愛的 嗯 雖然我已經很黑暗了 我紋身了個這麼黑暗的念頭 就是這麼邪惡 是不是 但是我都覺得是很有愛的 嗯 嗯 最後當然是 因為這班人 那當然沒有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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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又想說一下呢 千千很有趣的 我怎樣認識她呢 就是我在太太出事的時候呢 千千在Facebook找我 嗯 就是有些新聞她會轉載 然後呢 也都會去安慰一些事主 嗯 現在呢 她就會經常 就是有些事主啊 或者是同路人呢 她會主動去和別人聊天 開解 你真是很善良啊 哈哈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 就是 衝動也好 或者有傾向 很想去幫這些 慘劇的忠良 嗯 因為 怎樣說呢 一來我自己其實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嗯 就是我其實 見到Kenji的新聞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在地鐵 我自己一個人在地鐵哭 嗯 其實我也差不多哭了出來 我一早早起床 我看著那個新聞 我自己在那裡哭 你覺得很不幸啊 是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然後 也都平時 我為什麼要去這樣 譬如share一些需要幫忙的新聞 也好個案也好呢 就是我覺得 人間是有愛的 嗯 還有有時候幫助別人 就是不一定是說錢 沒錯 其實有時候 有些人 一個關心也好 是的 她就是需要 可能是當時一個關心 或者一個問候 她需要的是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希望 我做不到一些的大角色 但是以我的小角色 或者我小小的行動 可以去幫到人的話 我覺得是值得的 OK的 沒有問題的 即是打幾隻字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呢 或者我錄一段音 我也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喜歡 你覺得我這樣做完之後 你是開心 或者我有小小幫到你的話 我已經覺得 我在做這件事 其實已經有意義的了 很難得是你自己 本身你都面對很多問題 是的 你又擔心兒子 是的 經濟方面又不是說 很寬鬆 但是你都有這麼好的心去幫忙 愛心 其實正正就是 我們這個節目的想法 這裡有同路人 嗯 我們想找一位千千 這個同路人 來和大家 去分享一下 就是給一些精神的給大家 那有沒有一些 就是在醫療方面的 相關的個案 你自己有去跟進過 或者去 關心某些人 有的 我那時在 我在兒子的病房那裡 那很慘 有個女生 她是12歲的 原來她有骨癌 她每天在我旁邊 當時我其實都是很傷心 因為我看到我的兒子 你癌症你還叫做真的有得醫 當時那個情況下有東西去幫你 我是完全沒有人幫 但我看到那個女生在我旁邊 每天都哭 她每天都覺得很痛 因為她真的痛到完全睡不到覺 12歲的女生 而且她很不開心的 就是她跟我說她的頭髮都掉了 當時我有鼓勵她 我以前都很長頭髮 然後我特意紮起頭髮 我戴了一頂拉帽 我現在跟你一樣 我跟她說 其實沒有頭髮都可以很漂亮 我跟那個女生說 其實沒有頭髮都可以很漂亮 我說現在都是這樣 我都沒有頭髮露出來 但我覺得很漂亮 我就關心她 鼓勵她 都跟她的媽媽聊天 然後我告訴那個女生 其實人漂亮不漂亮 不是看外表 不是看你頭髮長不長 不是看你穿衣服漂亮不漂亮 而是看你的心美不美麗 沒錯 我告訴那個女生 你雖然現在可能很痛苦 但是當你熬過這一關的時候 其實跟你和路人有很多這些案子 你可以將你的痛苦 變成一些正能量 你可以告訴別人 我都沒有頭髮 但我現在很開心 或者我是這樣去熬過這些痛楚 我說你會變成你每一天都活得很有意義 因為她當時一定是接觸很多 跟她同案子的 一間房裡面也有很多 是的 最後那個女生是很開心的 譬如她晚上睡不著 她就拉開個簾 姐姐我睡不著 我說你是不是又很痛 其實我那時候 一晚可能我又照顧我的兒子 又要安慰她 因為她真的痛得很痛 你可以stay overnight 我要stay overnight 可以給你這樣 是的 我整個幾月都是這樣 不是個幾月 其實是大半年 我睡了 陪著她睡覺 你自己也睡那麼久在醫院 是的 那個醫院還要是一張硬板椅 我是長期這樣 撥在那張BB床 不是真的有一張床給你睡 你有一張椅子你坐 即她讓你留在那裏 只是給你床睡 是的 哇 這件事實在太痛苦了 是的 所以我就因爲這樣下去 導致我的腰部也有問題 太偉大了 無奈 好厲害 是的 幾個月 而且我當時是一天 我只吃一餐 為什麼呢 吃不下 不是 因為 我當時覺得 很不開心的就是 政府沒有任何福利給我 我一個這樣的案子裡面 那我就沒有人幫我了 我的小朋友是需要24小時的人照顧 但是我也是人 我是不是都需要午餐 或者早餐 沒有的 一早早 我六點鐘已經拆牙洗臉了 因為那個BB要喝奶粉 跟著我要換片 因為那個BB 那時候做完手術 那個傷口 是不能碰那些屎 啊尿 變了一刀尿 我就要馬上換 一刀屎我馬上換 你想一下我一天換片的次數 是多過那些初生BB 就是你沒有得離開 我沒有得離開 然後我覺得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應該是要 譬如會不會是 有些福利 譬如醫院會不會有些團隊 譬如幫助一些家庭的人 譬如說 你知道他家庭這樣的時候 會不會派一些義工姐姐呢 譬如給半個小時時間 幫我看著BB 給我去買個午餐都好 可能你要申請 我問過醫院 沒有 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那時候 很絕望 那半年我真的不知道過了什麼生活 我在想 有時候我想為什麼我一天吃一餐 我還要這樣照顧BB 24小時 我只可以等到我的先生下班 來看BB 我就回家去吃飯 吃飯 我還要回家洗衣服 然後洗澡 我又要回醫院 頭都還沒吹 就已經趕著乘巴士去醫院 是這樣過了半年 原來你是做不到事了 做不到事 對 真的影響心計 對 完全是沒有了一些 一部份的經濟收入 又揹著BB 又不知道 譬如他做完手術之後 另外還做了三次的小手術 還有什麼根理 有三次的小手術 每一次的手術 不論大小也好 對於我來講 其實都是一種折磨 痛在他身上 就痛在你心 是啊 是一種折磨 我會覺得 做完八個小時 你想想你一個人 坐在手術室外面 八個小時的時候 那種心情是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出來 因為有風險 而且風險是很高的 淋包 會不會走的 血管就是 血管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八個小時很難捱 捱完之後 你還用我捱三個小手術 那我是覺得很痛苦 我當時是 真的 我有怪責過自己 會不會是 原來開始 會 什麼都有 憤怒 什麼都有 我當時在想 是不是我附著他的時候 我做錯了什麼 好像上次 是啊 Rebecca的Case 會開始想想 是不是我自己 關不關自己的事 我會想 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令他受苦 是的 我是不是吃錯了什麼 或者我神神發發 我是不是做了什麼壞事 是不是得罪過人家 是不是得罪過人家 是得罪過人家 是得罪過人家 或者什麼罵過菩薩 就是不知道那些事情 是不是 會想這些事情 很正常 是的 然後又會覺得 為什麼那個醫院 你斷錯證 你還沒有人願意去承擔這個責任 要拖我的小朋友 拖到他的扭法到這麼大 才有人去處理他 之前每個人都跟你說 沒事的 沒事的 開始很生氣 很討厭 覺得為什麼要這樣呢 或者香港其實做得醫生 揹起個醫生抱 每個醫生 是不是應該要記得 你們當初的初衷呢 你為什麼要做醫生呢 是的 可能真的香港的醫療 或者醫院的福利真的不好 但是大家做事的時候 可不可以 都要想一下家屬呢 家屬的感受呢 我想Kenji就很明白了 很明白的 是的 現在兒子就過了這麼多關 暫時安然無恙 但是當然都擔心的 擔心有沒有生命危險 你兒子 現在乖不乖 很乖的 很乖的 很乖的小朋友 現在讀什麼 現在讀K2 接下來K3 沒有說因為他有疾病 而令到他脾氣暴躁一些 都沒有的 沒有的 但是有一點點 令到他 可能他都開始懂事 就是他會很介意的 他不肯在別人面前 就是剛剛做完手術的時候 2歲 你想想2歲的BB 已經不肯在別人面前換尿片 他一定要我 當時他做完手術 他一定要我拉 拉完所有的窗簾 就是只可以媽媽和他的時候 他才肯讓我換尿片 就是很大的陰影 而且是他不願意給別人去看他的傷口 每天醫生來檢查都要看 他不願意給別人看 很大的傷口 因為很大的傷口 真的有這麼長的 幾多Cm 我不知道幾多Cm 30Cm 他是被人嚇怕了 可能治療期間要抽血 你想想八個人來禁一個BB 是八個大人禁一個BB 你想想他掙扎得多厲害 其實他心理上都會有陰影的發痕 除了身體之外 還有他那時候有一個狀況 我也覺得他有一點陰影 他看到戴口罩的姑娘 醫生 他就會馬上哭 大哭 別人走過 因為知道有事要弄他 因為那些姑娘可能有很多個病床 你知道這樣這樣這樣 別人走過 可能都不是去看他的 他已經先哭定了 他已經先哭定了 而且又不肯在別人面前除褲 他到現在都是的 他很怕在別人面前 被人看到他的傷口 嚇倒他的傷口 小心 你心靈的影響 但是他就已經明白 我也跟他講 因為我要安撫他 那時你腳有這個問題 很大的東西 就跟他解釋 我告訴他 但是醫生很好 幫你弄走了 現在幫你畫了一條直線 這是一個標記 是一個幸福的標記 我說你有這麼幸福 你有這麼幸運 你才有的 然後他就開始 因為可能他還是天真 他就開始覺得是一件好事 他就經常到處說 除婦的時候去游泳 人家會見到 他就說因為我這裏不舒服 醫生幫我撤了 現在好了 我記得有一套電影 在一個集中營那裏 有個男人帶他兒子一起進去 其實經常爸爸會被人抓去 他就跟兒子說現在在玩遊戲 我們在玩什麼槍戰遊戲 你先躲在那裏 兒子覺得真的在玩遊戲 但其實是一個很慘的環境 他爸爸在面對春林彈雨 很怕自己生命隨時結束 我們大人有時候小朋友 安撫他 首先他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但我們要給他一個希望 給一個美麗的圖畫 讓他淡化他的傷痛 你做得很好 所以他現在才叫做好一點 他不會說 可能他淡忘了 這麼多年 已經忘記了之前 這樣被人對待 我才可以這樣去插個小故事 這樣也好 變了那些陰影美化了 現在還需不需要跟進 要跟進 要跟進 要復診 要一直都復診 這麼多年 你都繼續去跟進 最後想問一下千千 希望小朋友長大了 是做什麼職業 會不會是做醫生 我沒有希望他 還想呢 他希望自己做消防員 他希望自己做消防員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看了一套那些火速救兵 他就想做消防員 他在別處又說 我們想做救護員 他就想做這個消防員 我小時候也是想做消防員 是嗎 是 希望BB繼續健康成長 將來就共勉社會 和回歸媽媽 多謝千千 多謝千千 加點頭有Dr. Tsai和我們聊天 是 歡迎多德塞 是 剛才唐千千的個個案 都頗特別 又血管溪盈 又淋巴溪盈 是不是很罕見 兩種都中了 兩種都中了 其實來說 這些 我們叫做血管和淋巴管的溪盈 最主要就是 在某些位置 它會 我們叫做血管內皮的細胞比較活躍 它刪了一個 叫做Pock 令到那個循環出現了一個 比較K型的狀態 形成那裏會有一個血泡 通常來說 這些 如果是小時候的BB 它出現了一些 通常在這些膝的位置 就形成一些 類似人家以為是 士多啤梨痣那方面的東西 但其實就是一個血管K型 那些血管去到那裏 鼓起了一個血泡所引致 但是你有沒有說 指定在哪個位置才會有這個呢 他們都找不到成因是什麼 就是知道 它裏面的血管 是不正常地活躍的 細胞增生 所以就生多了一些結構出來 所以就看它影響的位置在哪裏 如果譬如有些是在血管 有些是在淋巴管的話 它可能會有些地方 因為 就是等於一條路突然很闊 你很多時候有很多血 可以走走走經那個位置 但是 去到正常的闊度那時候 就好像塞車一樣 是 於是 它出來的那些形狀 就可能是一些 很不正常的一個總象 那麼 香港的醫院的做法來說 就看它那個血管扭 結構上的大小是怎樣 可能它做手術 就是將這個叫增生的部分 移除了去 如果它是年紀比較小 它開始這個情況不太嚴重 那有些醫院 是會打一隻叫血管硬化劑下去 那硬化劑就叫停止了它 不讓它再無止經這樣 是亂生長 那就令它定了一個結構形狀 就是叫簡單來說 早點整殘了那條血管和淋巴管 那麼 令到它就不會出現了 這種種的情況出現 那麼 大人的病發生還很少很少很少 通常都是小朋友 會發現的機會比較大 嗯 但現在它還殘留在那個 高院的位置上 那麼 對它日後其實那個影響 可以去到幾深遠呢 如果它通常那個血腥環道結構 是不正常的話 那就會影響到周邊的那個 血液供養 那麼如果它形成了一塊東西 是一個壓力這樣抵住其他正常組織的話 那麼其他正常組織的發育呢 都會有影響 或者它周邊附近的那個循環呢 也都會有影響 就是可能被這條路闊了 逼旁邊的那條路就要窄回 嗯 那麼於是乎呢 就整個如果在小朋友來說 就是發育階段呢 就會有個 會比較明顯一些的影響 嗯 但他們現在就說不敢割 是 因為那個位置又這麼敏感 是的 又這麼小 又怕影響他們將來 心育的能力 就是你覺得會不會是 現在他們不覺得是一個 就是明智之舉 其實都要看回那個位置影響有多大 嗯 因為如果是局部的壓力大到呢 影響了周邊的結構的話呢 那麼醫生都是沒有選擇的 是 都是做手術 那麼你說 將來長遠來說 可以做到一些什麼的做法呢 那麼 有很多種的方法 可以令到它那個血管瘤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是 越來越大或者是爆的 嗯 但是那個方法來講呢 它通常都是在特定的位置那裏做一些手術 譬如一個例子 假設它的血管瘤是長了在腦裏面 聽過有些明顯會說有這個情況 那麼血管瘤呢 就怕 醫生就會怕 有一天它的血壓大 這個血管瘤漲到那麼多 它的彈性缺乏了 是 一爆出現了一個出血性的問題 如果在腦裏面有出血性中風 嗯 那麼他們會有幾種方法的 美國舊式的手術呢 它會在這個血管瘤這個POP裏面呢 它會嘗試等一些填充物下去 嗯 叫做填了它 嗯 填了它之後 那些血就會 只是流經主要的那個血管通道 嗯 就不會流入這個POP裏面 嗯 彈弓支架 躺在這個血管那裡 令到這個血管的穩定性高一點 嗯 但是如果在小朋友呢 這個方法做不到的 是 為什麼呢 第一 你很難預計到究竟現在是哪條血管出問題 它不可能呢 就放那麼多支架 或者做那麼多填充手術在每一個位置那裡 嗯 所以仍然都要看回 但是呢 它可以做到的也都有限 因為呢 要等到那個位置出了問題了 我找到出來 我才是局部去做這個血管穩定的步驟 嗯 就沒有可能預先做好 嗯 那就是要長大一點才可以想 是啊 但是呢 你知道呢 就是一生出來這樣 都 大家做父母都很頭痛 其實會不會有些檢測呢 是可以在肚裏面已經知道它有這個畸形啊 或者是有 難一點 難一點 因為呢它是屬於一個叫做非特定性的一些 叫做血管內皮增生 是增生 如果一個非特定性的血管內皮增生的話呢 那我們就很難預測到它在哪一個位置 嗯 還有 逢親這一類呢 他們的原因不明呢 可以做到的那些手段來講呢 通常都是後面的一些治療 但是什麼原因令到它這個血管內皮細胞 會這麼滅藥不穩定 就好像突然間 講一句 血管裡面的細胞好 會變成很多幹細胞出來生生生生 生到無限的那樣生 那這個呢 他們現在都還沒有一個 叫做很確切的成因可以找到出來 嗯 就是現在在基因的 就是預測上 這個疾病就暫時 就是沒有什麼幫助 太突發了那些東西 嗯 所以其實要好好看它自己本身的那個問題在哪裏 因為如果譬如是一些血管發炎 一些血管炎症的 那我們都還可能找到一個基因 譬如叫HLA B27的基因 它可以去得定去驗它有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有太多原因不明的因素在裏面的話 那找到這個未必是等於做到一個預防 或者一個前瞻性的評估 嗯 我們都剛剛聽到原來 罕見疾病有7000多種 是的 真的這個是只不過是7000多的其中之一 我們要拍7000多集 7000多集 是的 很多謝Dr. Choi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我們下一次又再講講其他的病症 多謝 這裏有同路人 由易峰國際集條聯合贊助播出